苏三星抓住了杜欢乐 而且杜欢乐已经招供了 他要和一名代号医生的中共交通线负责人 在这里接到 如果我们能逮到那个代号叫医生的 一定就可以逮到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马屈 我会想办法把苏三星支开 你待人一定要包围这里 枪在他前面把这条大鱼给我带着 没想到是你 难道你就不怕 我在这酒里下毒吗 既然嬴左将军 已经说了以礼节相待 应该不会做出下毒这种失身份之事 况且 你应该舍不得 这么快就毒死我 果然聪明 来 叶小姐 我敬你一杯 好 让我们聊一点正经事 我最感兴趣的呀 就是 你是通过什么手段 把我们特工总部这几个最精硬的男人 玩弄于鼓掌之上的呢 您言过了 没有那么复杂 一开始 我只是借助追求陈深 来掩护自己的身份 从而接近特工总部行动处的诸位高人 我一直 想从陈深那里获取点情报 只可惜 她心有所属对我并不在意 心有所属 你是说她还有别的中意的女人吗 没错 正是您的表外圣女 徐碧成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接着帅 大家都知道 徐碧成是军统的特务 虽然陈深对我并不在意 但是 我借着陈深的关系 对了 还有碧太太一例促成 我跟徐碧成成了邻居 徐碧成倒是很愿意跟我分享他拿到的情报 我们一起利用陈深 让陈深不知不觉为我们做了许多事情 只可惜 徐碧成和唐山海暴露得太快 不过作为同志 我也投桃暴力 在他们暴露的时候帮了他们一把 原来是你在医院里面泄露了情报 苏所长 如果没有你的帮助 我未必有办法把情报送出去 我怎么帮你了 我是唯一一个 能把情报送出去的人 你那么积极地把我送到医院 我当然要感谢你 不过诸位机智过人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怀疑过我 当时是这个情况吗 为什么没有人阻止 再来说说 我跟毕处长的渊源吧 毕处长的太太刘兰芝 对陈深特别关心 急于让陈深成亲 我就利用这一点 跟他打成了一片 也借助刘兰芝这座桥 搭上了毕处长这条线 你不光洗眼的好 你编的也蛮好的 毕处长 在福寿堂那点小股份 跟李主任这位大股东 当然没法比 不过上个月 毕处长让陈深在十六铺 码头的洪晋扇堂 花了七成的价钱 买了一梯鸦片 再转手卖给了福寿堂 你连没少赚钱吧 不过洪晋扇堂 也不是吃素的 他为什么会花七成的价钱 卖给毕处长一批鸦片呢 当然是因为我在中间 给了他足够的好处 毕处长是个聪明人 他为了答谢我 把军统出卖 我们的情报透露给了我 不然 我在洪墨房咖啡馆 早就失手背琴了 理想到你变得越来越离谱了 是吧 事实就是这样的 陈身 是个胸无大智的滑头 他也许知道我在做些什么 不过他知道 毕中良都知道 所以他要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而且 他还要拿我当幌子 隔着唐山海 仍然能跟徐碧城眉目传情 毕处长是个聪明人 不过他上头 有李主任压着 再说 苏三省现在风头正进 有时候他也会觉得不得志 怎么办呢 捞点钱 或者跟中共 或者军统的人 暗中眉目传情 也许能给自己留条后路 李小楠你是越变越离谱了 对吧 再来说说 苏三省吧 他一直追求我对我死心塌地 让他把我办点事情 再容易补过了 李小楠我告诉你 杜欢乐就是我抓的 就是他供出来的你 如果要不是有人暗中阻挠的话 抓你的人就是我 是啊 我唯一没有想到的一点 就是你追不到我 由爱生恨 你竟然加这种毒手来抓我 来向日本人邀功 幸亏你不是第一个赶到 否则 否则什么 你一定第一时间 开枪灭我的口 我就没有机会告诉他们 你都为我做过些什么 胡说八道 然后呢 我还要做一个赶紧的糕 我一定要做一个赶紧的糕 就好了 我还要做一个赶紧的糕 我把这个赶紧的糕 就好了 我喜欢你 然后呢 我该让你张嘯 我把这个赶紧的糕 然后呢 我可以做好 那边 就好了 我可以做了 我可以做了 不能吃完 好 李小姐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 你的本领完全可以堪比我们的传道疯子 陈身此刻十分清楚 李小南所做的一切 正是为了混淆视听 减轻他身上的嫌疑 但是陈身知道 他已经决然踏上了自我牺牲的不归路 这是怎样的勇敢 在座的每一个人 也都不会想给他留下任何活路 而他跟沈秋霞一样 正用他自己的牺牲来掩护自己的潜伏 让他继续着他的信仰 和未尽的事业 我忘了告诉你了 这些寿司都是我亲手做的 他们在做的几位都没有机会品尝到的 我跟你说 如果你帮我找出真正的麻雀 你非但不用承担以前所有的罪过 你还可以得到至高无上的荣誉 如果你跟我耍滑头 那么我也会让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地狱更加黑暗的地方 我知道 你要好好相信 真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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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位 听了李小南的一番供述 你们应该有什么话 想跟我说吧 苏所长 你有话要说 还是毕处长先说吧 也好 那就一个一个说吧 毕处长 是 你先说 好 李小南能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活动这么长时间还不被发现 足见其心机之身 不是一般常人可比的 所以他今天说出什么样的话 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不会觉得惊讶 老毕说得没错 他从一开始接近我们 就应该已经做好了 回暴露的准备 他会费尽心思地 去搜罗我们的把柄 留下似是而非的证据 耗给他自己 在关键时候留条后路 就算活不下去 拉下几个垫背的 重创特工总部 对 这一切都是他设计的圈套 是给我们下的套子 难得他重口一词 那你们说 我是应该相信他呢 还是应该相信你们呢 忠良愿意全力配合 赢左将军的调查 以示自己的清白 李主任 在 我命令你彻查此案 是 我不想冤枉一个功臣 但是 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一条蛛虫 明白 三位对不住了 今天晚上必须留在行动处 接受调查 是 是 头儿 这两天你需要什么 你跟我说 我给你买 哎呀 没事 不出去就不出去 反正你就住这儿嘛 跟平时没什么两样 去把门关上 我给你买 我一定帮你 那如果是掉脑袋的事 你还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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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知道了 我就不能够坐以待毙 所以我得救他 也是救我自己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 你回来了 今天孩子会动了 还踢了我一脚 好 你想什么呢 让你买的鱼呢 不在里面的吗 哪有啊 明明买了的 你大白天的怎么魂不守舍的呀 所以我就不说 那是什么 我说你怎么能不能再 感谢你 什么 这就是什么 心里的 那我叫你 还在那里面 你 我发言 我们再来 我们也在一边 怎么可能 她说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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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楠說 上次在紅墨坊抓捕失敗 是你給報的信 在紅墨坊的街頭人士共黨一事 我是今天才知道的 而且當時我跟主任您一樣 我們都希望幫唐山海 將功折墜 我又怎麼可能搬起石頭 砸自己的腳呢 不愧是畢書長 剛才的言辭理由充分 滴水不漏 忠良只是做到本心無愧 坐 是 忠良 你說這個陳身還有蘇三小 有沒有問題 兩個人都有嫌疑 理由 畢竟他們跟李小楠 都有扯不清的男女關係 說得對呀 我願意配合做一切的調查 但是我也有一事相求 說 讓一下我太太蘭芝 她會過來給我送衣服 您可不可以別跟她講 我被留下來接受調查這件事情 我怕她 心疼老婆的都是好男人 做男人嘛 理應如此 沒問題 我不說 我先去 你什麼事情這麼著急嗎 還讓我給你送歡喜的衣服 你自己不曉得回家拿的 我這不是臨時 要趕緊去南京出道差 手頭還有很多文件沒辦完 所以辛苦了 你怎麼還要 畢態她好 李主任不好意思啊 我沒看見你 是我不好意思 跟鍾良請教點事情 耽誤她回家了 沒有關係的 你們談正經事嗎 那我就先回家了鍾良 你什麼時候能回來 我暫時還聽不下來 等一有消息 我馬上給你打電話 那我在家等你電話 好嘞 去吧 那個 李主任 那我先告辭了啊 好好好 再見 再會 再會 多謝 走了 走了 遠童 下班回家了 回家陪老婆去了 你這事欺負我 沒老婆是吧 就欺負你 誰讓你沒老婆 再見啊 走好啊 所長 您看您這也聊完了 不行您就回去睡會兒 這邊有我呢 您放心 我 Eas有我呢 你那 letting死 你有沒有失望 我擔任自己 我會有什麼死 什麼事 說真的嗎 問你 我不擅長了 你怎麼說的 你怎麼說的 我自己不相當我 是不是你 不是 什么是不是我 不是 是不是你把消息 卖给了毕中良 不是 不是 不是我呀 所长 那他们怎么能 比我更快地抓到医生 还能负极我 我也不知道 我所长 你不能冤枉我呀 你还记得 曾树是怎么死的吗 知道 抢你最好牢牢记住了 背叛我的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所长 回去吧 字幕志愿者财 人呢 回来了 又干活呢 没 累不着 来来来 坐坐坐 你跟陈队长说了吗 哎呀 先坐 这不得休息吗 你快告诉我呀 说了 明天你要帮我做的事 是找到徐碧城 徐小姐 徐小姐不相信我怎么办 你们见过的 明天把这个给到 明天把这个给到 他就相信了 嗯 好 喝点水 新鲜的鱼嘞 您看看哪 新鲜的鱼 老夫 老夫 对面有个人 别靠 等那人跟我走了以后 你再出门 说的都记住了吗 放心吧 我背台词可厉害了 爸爸走了啊 听话啊 走了 老婆 你慢点儿骑啊 哎 徐小姐 吃包子啊 谢谢 哎 徐小姐 那个李小姐有好几天没来了吧 嗯 她可能在忙工作 哎呀 哎呀 她上回跟我说呀 能够帮我搞到便宜的白糖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帮我弄的 嗯 喂 是啊是啊 啊 好好好 哎 徐小姐 嗯 电话 哎 好像是那个李小姐 替我问一下啊 喂 喂 徐小姐吗 你是谁 我叫朱朱 是小南在电影场的同事 也是扁头的老婆 我们见过面的 不知道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你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哦 是这样的 现在陈队长和小南 都出了点事情 扁头也不太方便出来 出什么事了 具体的事 还是等徐小姐 出来见面再说吧 陈队长说 为了你的安全 最好不要去你住的地方找你 他还给了我一只口琴 说是你送给他的 还有重要的事情让我告诉你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你说小南是中共 还是陈申亲自抓的 现在日本人把陈队长苏三邢和毕处长 都关在了行动处 哪有让去 万一小南扛不住刑讯 陈申不就有大麻烦了 陈队长说 要救小南 要救小南就得找你 需要我怎么做 前些年 我在交通银行租了一个保险箱 你把这把钥匙 放到李小南的家里 让日本人搜到 好 另一把钥匙和这本杂志 你把它交给徐碧成 让他放到苏三邢的家里 好 就这些 就这些 对 就这些 扁头说 这件事情只要徐小姐办妥了 他就有办法救小南了 好 给 这是苏三邢家现在的地址 我今天就去办 你下午晚一点给我打电话 等我消息 徐小姐 听说日本人这次盯得可紧了 苏三邢家里 说不定也有特务盯着 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好的 土丝 不知 男性 陈狗 忽然明白了一切 为什么他曾经绑架了一小男 而没能成功 李小男一直守候在陈神身边 仿佛误打误撞地 给了他很多帮助 其实都是他费尽心机 又不着痕迹地保护着他 他看似眉心眉肺的笑容背后 其实深藏着洞察一切的忧伤 和无穷无尽的秘密 此时徐碧成的心中 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救他 他和陈神已经失去了唐山海 不能再失去李小男 他对他们来说 请不吝点赞 打赏Ю更余大的 是否会训练的事 我已经知道苏三行姐姐的下落 只要把她控制了 自然会引苏三行出来 她在哪儿 给我找一个地方 把她姐姐带来的这个事 就交给我吧 她会相信你吗 我想会的 好 我替你安排 谢谢 三行 这一宿没回来 也不突然说一声 真是的 小妹妹 你找谁啊 小嫂 你是不是姓苏 有一个姐姐让我告诉你 苏三行有危险 你家对面那个男人 已经盯了你一晚上了 姐姐让你瞒 我怎么了 你敢不咬我 你儿子 没可能 我好 你还没听到 你兄姐姐 你别买了 我带我 你以后 能不能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